有一點大家必須要去認清楚的 就是說中國的疫苗 是還沒有經過WHO認證的 所以要打中國疫苗 應該是自求多福 外交部長吳釗燮 批中共大搞疫苗外交 並表示 中共對於承諾提供的 和實際遞交的疫苗有落差 有中國人士要透過阿根廷 提供1400萬劑疫苗給巴拉圭 可是阿根廷的300萬劑疫苗 都還沒有到 質疑中共哪來這麼多疫苗 在這一輪的這個炒作之後 反而巴拉圭的這些友人 發現中國的承諾是空洞的 中國的這些炒作 是對巴拉圭不利的 有損他們的主權的 看起來中國這一陣子的 這個疫苗外交 也讓世人看到 它的這個真面目 中共想靠疫苗搞外交 可是臨床不透明 及疫苗成效不張 也讓中共四處碰壁 新加坡2月份 就收到一批中國科興疫苗 不過還是只接種 輝瑞和莫德納疫苗 官員表示要再等更多數據 再考慮施打 另外中共也積極和越南談疫苗外交 但越南仍然只進口 美國英國俄羅斯的疫苗 幾個打的不管是科興或國藥的 那目前那些國家都封嚴格指數沒有變 那但是呢就是疫情有微幅的往上升 那不過疫情微幅往上升 也不是只有打科興或什麼 像意大利法國德國 也都同樣有這樣的一些情況 澳大利亞人報報道 印太國家承受壓力 必須給中共有利基礎設施和經濟機會 才能換取中國的疫苗 大紀元引述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雖然中共在出口疫苗時 並沒有要求其他國家簽署協議 但是中共正在把疫苗武器化 外國人施打中國疫苗換取簽證便利 就是中共在搞疫苗外交的證明 新台電視 胡宗翰 張永如 黃燕林 曾新銘 台灣 台北報導